两个人的婚姻,没有那么多计较与抱怨 婚姻中最好的状态,就是我懂你辛苦,你知我不义 康特一大早起来就为房租的事情而发愁 奶奶和他说,必须想办法赶紧凑钱 不然他真的要把大人孩子赶出去了 康特还是有点气愤 他说我的钱已经准备好一半了 他们为什么要把我逼迫得这么紧 康特心里有一点内疚 因为奶奶昨天帮他付了一大半的钱 阿祖法也给了他一笔钱 他说这是我打工时剩下的 本来留着建房子的 现在先给你交房租吧 阿祖法真的是太善良了 想来想去,还是把自己手里的钱给了他 希望康特不要再辜负他的信任了 康特和奶奶阿祖法说了一声准备离开了 他说老者给他打电话了 让他去他工地里工作 你们在家里照顾好孩子 康特已经开着卡车出发了 其实他这次并没有跟老者求助 但是他肯定知道他生活困难 特地打电话让他去工地上帮忙 阿祖法家里因为奶奶的到来多了一些欢声笑语 他们家一幅其乐融融的温馨场面 这也是他内心所渴求的 锐智豁达的老人家和阿祖法聊了很多 他也知道 他和康特现在面临很多问题 他们的房租还没有凑齐 房东小哥天天过来催促他们 要不是奶奶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拿得出来 房东小哥真的会把他们赶走 阿祖法的内心真的是有一点悲伤难过 他其实从来不要求过大富大贵的生活 他的平静生活还没有过上几天 总是有那样或这样的问题出现 生活无时不刻还在继续考验他 奶奶在这里 阿祖法也跟他说了很多心理的话 有些事情他没有和康特提起 他不愿意把他经历的事情拿出来一次次说 好像是在跟他抱怨诉苦一样 毕竟有很多事情都是他的家人造成的 阿祖法愿意和奶奶放下心理的接地 说一些他心理难以磨灭的伤痛 奶奶听了以后更加的心疼他了 这次他也看出来了 阿祖法的眼神比原来坚定了很多 过去的那些苦不是白痴的 总会让他快速地成长起来 奶奶真的是有点担心康特 感觉他的孙子和以前比起来没有什么改变 他还是那个热血冲动善良的男人 他也有他好的优点也有缺点 现在只能希望阿祖法多多包容他 奶奶也感觉到 他说的话做的事情有点不太靠谱 昨天当着他的面 就让阿祖法原谅妈妈 奶奶感到诧异 可是他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 好在阿祖法虽然没有答应 但是也没有特别生气 因为康特只是提议 他现在还没有不打招呼 就把妈妈和吉尔纳接过来 奶奶想着等他单独和康特在一起的时候 他还是要适当地提醒他 不能让他再一意孤行下去了 其实奶奶也是他们家庭成员 他从来都是一个期盼家庭和睦的长辈 为了家庭和谐 他不想让他们夫妻两个吵架 可是他在这件事情上也有自己的立场 他心里是很心疼阿祖法的 所以他不会在他面前让他原谅妈妈 他绝对不会以老卖老做这种事情 觉得现在这件事情不能逼迫他 要再给他一段时间 至于原谅不原谅他自己做决定 康特这两天因为凑房租而盲目 他心里想着 接妈妈和吉尔纳过来的事情 又要往后拖一拖了 其实他真的想过一大家其乐融融的样子 只是这都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 阿祖法到现在都不同意这件事情 而他也在冷静地看康特 接下来会怎么做 还有很多精彩故事 小编正在努力更新中 感谢观看